13号,温州14岁的小旅友小温在穿越举西大峡谷的时候失踪了 四个月里头,孩子的家人、当地警方还有各路的民间搜救组织 在大峡谷里头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救,几乎要翻了一个抵朝天 在一次次失望而返之后,昨天下午一点左右,孩子的遗骸终于被找到了 再回头来看一下这四个月里头艰辛胶着的搜索过程 今年的6月23日,包括小温以及他的母亲在念的疫情八人网上相约 从泰顺的后山村出发,穿越温州苍南举西大峡谷 第二天凌晨5点钟,疫情人走散之后,只剩下小温以及一名姓徐的旅友 徐某让被困悬崖的小温在云地等待,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山谷寻求救援 当天下午的2点钟,救援人员找到了徐某和小温分开时的悬崖,却没有见到小温的踪迹 从这之后,一场长达三个月,2000多人次参与的大型搜救行动展开了 但是,除了在6月25日下午的4点钟 距离小温失踪地点两小时路程的梅花坛边 发现了小温那只蓝色的鞋,其他一无所获 事件的转机出现在9月19号 一位游客在举西大峡谷入口处的香炉潭,发现了一块疑似的人体小腿骨 9月28号,又有人在梅花坛下有50米左右的西滩上发现了头骨 以及两块比手指稍大的骨头 而在这之后的两天,疑似人体头盖骨的碎骨也在头骨附近被找到 经过警方鉴定,确认了这些骨头来自于失踪三个月的小温 10月20号,当地警方抽掉大量的人力物力 将发现小温碎骨的水潭,梅花坛内的水全部抽干 只找到了一颗牙齿 次日,小温的父母在梅花坛上由200米处找到了疑似人的肩胛骨和长骨的碎骨 最后,搜寻行动又一次进入了僵局 而就在昨天,当所有人都以为小温又一次消失的时候 小温的家人在梅花坛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下面 发现了小温的遗骸以及衣物 被发现时,小温的遗骸被紧紧卡在岩石的缝隙当中 小温身上依然穿着一件救生衣 据当地的目击者称 当时小温的身体上还被压着数十块木头 重量达到几十公斤 至此,小温的遗骸终于被找到了 孩子的遗骸虽然被发现了 但是很多的疑问还没有解开 发现遗骸的这个溪流此前水位很高 昨天正巧水位较低,才被搜救人员发现 现场孩子的身上压着多块木头、石头 所以虽然身穿了救生衣 但是却一直没有办法浮上来 种种巧合导致遗骸迟没有被发现 今天当地的法医将对遗骸进行检查和解剖 孩子失踪的真相到底如何 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警方的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